对,不用画太多 好,看到了吧,OK,整个亮光画完 好,我们在这画一下整个这块A沿着弧度画 记得大家画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画个太直线的 就一定要画出一个弧度来 好,这块OK,整个再画一个 好,走,OK,看到了吗 好,这块完了之后呢,我们接着画一下 好,整个反光OK,这块呢OK,我们画一点点 画一点点 好,整个这块OK,再画一点点 好,这块呢OK,也是画一点反光 这边画一点反光 好,然后呢,这块再画一点反光 好,这来一点点 再来一点点,OK,看一下 好,整个这块反光很明显 是不是 好,然后呢,这块再写一下笔 然后呢,反应要多一点 OK,整个在这块最亮的地方再给它提亮一下 好 好,然后呢,这块整个走你 好,看到了吧 好,其他的旁边这块呢,其实也可以加 不是不可以加 但是加的时候呢,你要加细一点 不要加的太粗 好,看到了吧 好,这块完了之后呢,看一下 还是和之前教大家的一样 三个点 这样增加我们的层次感 好,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好,一个大一点 中一点,小一点 好,一个大一点 好,一个中一点 好,一个小一点 OK,看到没有 OK,大中小,三个 好,这块呢,要等它晾干 然后呢,我们再接着做效果 在这之前呢,还是一样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得画个阴影 对不对,OK 走你 好,简单的阴影不用画太多 好,看一下整个沿着我们的右边 光从这边,光从这边来 肯定右边是整个的一个亮 呃,整个暗面 对不对 左边是亮的 右边是暗的 OK,整个走起 好,打圈 加线口 OK,这么慢慢画 慢慢画 好,画完 然后呢 就是这块 哎,金属这块 右边也要画完 好 对 金属这块呢 也要画完 好 不要画太深 一点点就够了 好 这块整个不要画太深一点点就够了 好,看到吗 好,整个这样阴影就出来了 好,阴影出来之后呢 OK,我们再用蓝色看一下 好,轻轻的在我们已经画好底色的白色亮色上面呢 轻轻的加点蓝色 好,这块加完蓝色之后呢 OK,你会发现 哎,这个效果呢 很自然 白里透黄 和白里透蓝 然后呢 就会有一些荧光的效果 好,看到没有 好,这就是我们整个的 画了一个 耳坠 这么一个效果 好 大家画的时候呢 记着啊 不要画得太着急 慢慢画 慢慢画就好 好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 UNI珠宝设计学堂 我是一伟一老师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珠宝手绘的内容 学习呢 分为基础入门 和整个进阶课程 好 在这两门课程里面呢 我讲过 我们不能主观的 只是去挑着学习 而是我们要有 客观的 整个要把这一套 全部学完 好,在这里呢 我要讲解一下 我们的系统课程呢 是按照 大家看一下 我手上的这本书 叫系统宝石学 这是我们在学习 鉴定 或者是我们在学习 珠宝当中呢 一个必经之路 就是它一定 是包含了所有的内容 宝石里面 所有内容在里面 好 这里边呢 老师用的是这里边 一个对于单晶体的宝石介绍 然后呢 是一个玉石这种多晶体 然后呢 是半宝石 加上我们的有机宝石 这么一个排列顺序 然后依次非常客观的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OK 这些宝石 都是怎么绘画的 所以呢 这这门课程中 我们可以系统的学到 几乎我们涵盖 所有市场上 可以看到的宝石 或者是这一类的品种 明白了吗 好 当然这里边呢 会有一些 矿物标本的宝石 好 这些呢 不成 不能完整的体现 一颗宝石的 一个市场流通性的 这么一个宝石价值 它只是个矿物标本 好 这些呢 我就不会体现在这里边的 只要是我们市面上 流通的这些宝石呢 我基本上都会收落在内 然后呢 系统的给大家讲解 好 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点 更重要的是 比如说我们的钻石 钻石呢 有我们的白钻 还有彩钻 好 最后是同样的 白钻里面呢 也要分为我们的 呃 我们的标准原钻课面 还有呢 好的疫情课面 好 这些呢 我们都会把它 安排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这些非常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 今天你学习了个蓝宝石 但是你只会画课面 让你画一个宿面 你不会画 蓝宝石还有星光蓝宝石 让你画一个星光 你不会画 明白了吗 这样也就是说 同样的蓝宝石 它还会有不同的课面 和不同的光学效应组成 所以呢 这块你都必须要学会 这样你才能更好的 更客观的 更系统的 完整的去学好 我们的基础这部分 这样为我们打下基础之后呢 才可以更好的学习 我们的进阶课程 明白了吧 好 我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个考研的学生 当你看到一个试卷之后 你只是练习了一个 红蓝宝石 或者是最常规的一个钻石 或者是珍珠翡翠这块 就会来到一个试卷之后